那是沒有受困啊 消防隊員貨報抵達現場 救護人員已經跪在地上 搶救駕駛 沒有受困啊 三個救護人員忙到幾乎 沒有時間回應 駕駛自撞拋飛車外 傷重不治 白色小客車車頭幾乎全毀 保險桿車牌面目全非 擋風玻璃碎裂 走近一看 駕駛坐這邊有擦撞痕跡 後照鏡也斷了 死亡車禍就發生在 國道3號南下126公里處 13號早上8點多 自小客車駕駛開在國道上 自撞翻覆 疑似沒有系安全帶 人拋出去 警銷貨報時 駕駛失去意識 搶救後人回天罰術 那現場疑似為 自小客自撞 老是一名男性駕駛 現場後訪 那由我們中原的現場 去共同上 一起小自客車 自撞內側入來 造成小自客車的駕駛 拋出車外送一不治 警方說車禍事發後 佔據路間跟外側車道 當時是上班時間 一度造成車流回堵 有沒有酒駕 將由醫院抽血釐清 TVBS新聞謝古金 黃國軍許又翔 苗栗場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